尊敬的法国外交部 李斯特部长级代表 尊敬的Business France 卡尼主席 各位致力于对华合作的法国企业家 以及致力于对法合作的中国企业家 女士们先生 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金台湖这个大楼 这个大楼在过去我已经来过好几趟了 实际上我在过去的一年半当中 我已经来过法国五趟了 这也充分证明法国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所以我首先仅代表王文涛部长 也代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对致力于拓展两国经贸合作的Business France 以及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无论是法国的还是中国企业家 表示问候 特别要感谢我们Business France 推进两国企业合作所做的大量的工作 我们也非常借着机会地感谢我们法国外交部 对李斯特布朗基代表以及法国外交部 这个法国精彩部对于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所做的重要的工作 前面李斯特布朗基代表谈到了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吉利平主席昨天已经抵达了巴黎 开始对法国的国事的访问 我们可以回首看一下 经过六十年的融合发展和共筑 我们两国的经贸合作已经取得了封锁的成果 成为我们两国关系 应该说互利共赢 行稳资源的重要的压长史和推进器 我们觉得我们两国的经贸关系 有几个特点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基础劳务 我们觉得经过多年 我们两国政府和企业的共同的耕耘 两国的经贸合作已经形成了一个 我们用中国的表达来方 叫多层次 多领域和多维度的立体格局 实际上简而言之 就是一个在多个领域 多个方面 多个维度 我们开展着合作的这种情况 我们两国贸易从建交以来 已经扩展了八百多倍 我们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法国 在欧盟之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向的投资组合超过了两百六十亿美元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两国的合作领域 传统上主要有核能 航空 制药 高端消费民等传统领域 我们觉得今后还可以进步地拓展 你比如说航天 你比如说农食产品 我们一年现在从法国进口的农食产品 无论是从葡萄酒 还是我们吃的生鲜产品 一年才不到六十亿 像这个我们觉得呢 有很多的拓展的空间 我们在中国有很多的法餐 米其林餐厅 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的农食产品 我们也很喜欢法国的葡萄酒 还有其他各类的酒类的产品 可再生能源 法国我们在前些年有巴黎协令 我们两国政府也在这个项下 开了很多工作 我们觉得可再生能源也是 储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还包括电动器的等新领域 我们觉得这为助推两国经济的发展 增进民生的福祉呢 可以做出积极的贡献 可为我们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提供重要的支撑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我们觉得互补性很强 我们两国的经贸合作 应该说是相互匹配的 优势互补 这个很多的时候 特别是现在 大家讲的这个竞争会多一些 但是合作应该说是我们两国 经贸关系的主色彩 也是我们觉得的主基调 我们在制造业 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呢 应该说中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那么法国在航天 航空 核能 高端的消费品 农食产品等方面 一直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2023年的时候呢 我们自法国进口增长5.5% 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是我们在整个的进口 几乎是在下降的情况下 我们自法国的进口是增长5.5% 其中农产品呢 增长1.21% 这就是我讲的 为什么农食产品 会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增长领域 航空气增长14% 那么面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新的形势 和新的挑战呢 我们觉得我们两国应该共同的深化 新制生产力 这个顺便 这个简单说一下 我们中国讲的新制生产力 主要是以创新为核心的 这个生产力的发展 这也是创新 也是我们法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我们觉得这方面 推动拓大中国国内需求 目前呢 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我相信呢 这会为法国企业 参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设备更新 提供广阔的机会 中国政府呢 也应积极地促进 消费品的 已旧换新 我们主要是有几类 一是汽车 我们对于新购买汽车的 无论是传统的 内燃机的 IC汽车 还是电动汽车 不论是外国的 还是中国的 予力去供补贴 这和一些国家 只为本国品牌 予补贴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对家用电器 以旧更新 提供政策支持 我们也积极地扩大 厨房 卫生设备 还有呢 就是其他的 比如电箱 电冰箱 还有空调等等的 家用电器的更新 我们正在推荐这项工作 这都是我们商务部 目前正在努力推荐的 我们相信呢 这有力地将推动 投资和消费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 和强大的购买力呢 我们相信 一定会为 The Made in France的产品和服务 提供更多的机遇 那么法国呢 已经接受 东方的邀请 成为2024年 服务贸易会 也就是在北京 召开的 SERFTIES 以及和第七届的 进步会 CIE 成为这两个 中国最重要的 展会 这个 主兵国 我们希望在座的 法国企业家 也包括 我们在座的 中国企业家 急剧地参与 这些重要的展会 继续地拓展 中国市场 我们中国商务部 现在正在 通过每个月 举行的 外资企业援作会 外资工作专班 以及投诉 服务中心 对于在座的各位 企业家 尤其是中小的 法国企业家 提供各种各样的 优质的服务 大家如果在 开拓中国市场 遇到什么困难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向我们 商务部 外资专班 也可以向我们 投诉 这个中心 也可以向我所在的 商务部 欧洲司 你们可以通过 你们驻华使馆 也可以直接地 向我们反映 我们将提供 我们力所 能及的服务 实际上在过去的 一两个月当中 我们一直在和 法国外交部 我们法国驻华市馆 一直探讨 如何加强 中小企业的合作 为在座的中小企业 开拓彼此的市场 提供我们 最大程度的 帮助和服务 我们正在 为此呢 开展密集的工作 我们的想法 就是为 在我们两国企业 人数 或者叫数量最多的 中小企业呢 要为他们 拓展彼此市场 提供最好的 良好的环境 这个女士们先生们 法国呢 是欧盟内部和全球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我们中欧是促进 全球经济增长的 两大力量 我们中法两国关系 走过了60年 我们期待未来的60年 我们想着呢 能够通过不断深化的 互利物质合作 来推动中法关系 包括中欧关系 行为制约 目前呢 我们也知道 就是大家非常关心 就是中欧之间 包括中法之间 我们一些 各种各样的讨论 现在在欧洲 有的讨论 所谓去风险 将依赖 正如我们 理想总理 在巴黎也说过 在柏林也说过 这个最大的风险 就是不发展 不合作 就是最大的风险 那么现在 还有 就针对 中国 中国变动汽车 高铁 光复 风电 安全设备 以及医疗设备 密集发起的一些调查 我们也看到了 这些 这个负面的一些消息 和信号 应该说 中欧 业绩也是担心 特别是中国 前面是担心 我们也期待 和以法国政府 为首的欧盟成国的政府 我们当然和欧盟的机构 我们希望通过对话和磋商 来妥善地解决 这些中欧 中法之间相关的问题 为我们未来的关系的发展 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 这个我不会说法语 会说英语 但是呢 我的同事帮我找了一段话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读法国作家余果的 这个一句话 作家余果 Victor Hugo说过 历史是 过去传到未来的回升 是将来照进过去的道理 我让我们的翻译 能不能翻出这句话来 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一定要从中法关系 未来 这个未来从哪 从我们过去的六十年 汲取力量 以我们中法关系的稳定性 来引导中欧关系的发展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一次新军主席方法 觉得圆满成功 我们更加 期待我们中法关系 能够谱写未来六十年的 华丽的篇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